我们继续通俗的讲横卦 不得不讲 我们横的是什么 坚守的是什么 靠什么来坚守 稳固这个婚姻 走完这一生 虽然我本人未婚甚至没对象 但是课程需要 大家听听看 能收用就听 婚姻第一 我们靠当初两个人互动之后 产生对未来的规划 想法 觉得各方面 考虑得周全一点 走下去 那通俗的 我们普通人 基本的生活 就是上有老 下有小 那要家里新进来一个人 要大家都接受 都念他的好 这样家庭才能和 才能 不断的 争争日上 家和万事兴 第二 生孩子 孩子是 家庭的 爱情的结晶 也是稳固 也是稳固家庭 一个必要的 条件 所以现在人 说 两个人 只要我们相爱 可以不结婚 结婚了呢 看自己心情 可以不住在一起 住在一起 又不生孩子 生了孩子 把他丢掉 这全都是 一可想二知 这个西方的观念 过来以后 什么丁克家族 什么二人世界 自以为很时尚 实际上 你看看他们的离婚率 再看看我们 全都是 而最根本的 就是我们前面的课讲过 他们的 女性解放 性开放 导致我们 这么的随意 以及 逼运的这个工具 这些乱来乱搞 两个人 老祖宗的 什么 这些 父母之名 我没说 这一案 全都不要 全都要 门堂户队 也不考虑 就是 自由恋爱 凭感觉 我只要想 什么不可以 那只是一时的 一时性 什么一夜情 那就是这些东西 那怎么能长久走下去呢 然后 这个 婚姻 我们讲 这个 生活 俗世 这些之后 就是 三观 所谓现代的一种说法 以前可能就 批八字看合不合 就可以了 就不用多看 八字就够了 什么都懂 这个也是 可以的 说我们将来一起 怎么走 两个人想法 一样 固然很好 乃至上升到精神伴侣 灵魂伴侣 是吧 道理 那当然好 但是 所以 这也不是 这个唯一的路 也不是一定要这样 因为我们作为人生 普通的生活 人的生活 就那个什么之后 彼此之间 有一定的 感情陪伴 有 有 互动的 话题 也就差不多可以 生活 还是日常态 那 生活 这些 阴阳 它是要互动的 如果单纯的两个人 那不是假的 而且 双关之间 要互相担待 这个 钱要一起用 怎么想 怎么用 下面再说说 九三的问题